天色大亮的时候,阿儒挨不住心中的担忧,轻轻地掀开了卧房的厚重门帘,往里探看。 齐悦只穿了礼衣,双手枕头,翘着二郎腿,躺在床上望着帐顶。 阿儒没料到会看到如此场景,不由睁了下,又有些尴尬。 哎哟,阿儒,你真是太瞧不起我了。 齐悦哈哈笑道,从床上坐起来,却并没有下床,而是盘腿坐着。 你怎么总是猜想我会不想活呢? 阿儒被看穿心思,很是尴尬。 我哪有,我是看看少夫人您醒了没? 他说道,干脆大大方方地走进来,伸手去卷窗帘。 时候可不早了,少夫人也该起来了。 又没什么事,起来做什么? 齐悦笑道,又一头倒在床上,盖着软软的被褥。 唉,睡觉睡到自然醒,不用操心吃货拉撒,一来伸手,饭来张口。 这是我,以及很多人,都梦寐以求的生活啊。 没想到,真的有实现了这么一天。 又说听不懂的话了。 阿儒闭嘴一笑,没有接枪,而是从炉子上取过温热的水棚给他。 那少夫人,你也得伸手张口啊,光这样躺着可不行。 齐悦接过水杯,带着惊讶看着阿儒。 阿儒,原来你也会开玩笑啊。 他嘶嘶说道,阿儒笑而不语,取过一旁的云间拉齐悦起来。 奴婢给你梳头,说个简单点的,好让少夫人你随时躺下不乱。 他说道,说到梳头,齐悦想到一个人。 阿儒,不知道阿豪他怎么样。 他一面下床一面说道,阿儒摇摇头。 自从回来之后,他们一直忙到昨天才泄口气,连这个院子都没出过,而别的仆妇丫头也不许进来,打听不到什么消息,而且也真没想起来去打听什么。 他吓坏了吧。 齐悦摇头笑道。 弄逼待会儿去看看他。 阿儒说道,一面利索地将齐悦的头发挽起来。 让他回来吧。 齐悦说道,阿儒愣了下,有些意外。 以前,我一直以为会走,所以想给你们安排好退路,但现在,我能护你们一辈子。 齐悦对着镜子笑道。 一大早,无视库房忙碌的时候,因此吃过饭, 仆妇们酸酸凉凉地手里拿着洒扫的工具,聚在一起说闲话。 无非是,谁昨晚赢了多少,谁输了多少,谁家的孩子想谋个什么差事之类的家常。 一个小丫头蹬蹬地跑过来。 姨奶奶要去一体步做衣裳。 她说道,带着几分不耐烦,将手里的对牌甩过来。 快些,我还没吃饭呢,那边等着用呢。 一个仆妇看了眼这小丫头,其中一个慢吞吞地接过对牌,看了眼。 这不行啊,对牌不对啊。 她懒洋洋地说道,小丫头瞪眼。 哪里不对,你吃酒吃糊涂了,这是四人的对牌。 她叉腰说道,这个仆妇变笑了,笑得那小丫头有些恼火。 我们自然认得这是夫人的对牌,但是,少夫人不是回来了吗? 要从库房取东西,我们还得看看有没有少夫人的牌子。 其中一个带着温和的笑,轻声细语地说道,小丫头被说得争住了。 什么? 苏妈妈听到小丫头的哭嗦,顿时面色难看。 她们是这样说的,小丫头飞快地点头。 那苏妈妈,你快去给少夫人要个牌子,我们姨娘可真是怎么着用呢? 我回去晚了,又要爱一顿好打,我们姨奶奶越分越大,脾气也越大。 苏妈妈被这话气得笑了。 这猪姨娘,前些日子做梦,梦到一口吃了个大瓜到肚子里,便四处嚷着,这她是个男孩。 加上通房复梅重新讨得侯爷的欢心,这大大小小的便日渐没归没居起来。 哼,我这老脸怎么能去,还是你去吧,你们姨奶奶如今双身子,分量足,有什么话都好说得很。 她笑道,小丫头呕了声。 哦,那以后要什么,直接找少夫人就是了吧,我知道了。 她说道,说吧,就蹬蹬蹬跑了,只把苏妈妈气得一口气憋着。 人呢? 苏妈妈没好气得喝道,看着院子里零零散散站着几个仆妇。 扯得多早了,一个个真诚主子奶奶了,天天的连个面都不露一下。 一个仆妇喜喜爱爱的上前一步。 苏妈妈,她们等,她们都去少夫人那里了。 她说道,苏妈妈一争,这一次真的一口气憋着了,可不是,那女人回来了。 现在想,当初这女人站出来要管家的那一刻,大家已经觉得很震惊。 但看看此时,比那一次更加的惊天动地。 这女人,不动则已,一动害人。 不知道下一次还会闹出什么样的大事。 这糟心的日子又要开始了。 齐悦在院子里活动了下手脚,看着阿如去开门。 啊,别让她们再送那么多饭菜来,我只要白粥和小菜就行了。 齐悦嘱咐道,阿如点点头,打开门,顿时睁住了。 你,你们…… 她看到门外站的乌鸦鸦的一群人,吓了一跳。 怎么了? 齐悦转动着手腕过来问道。 小夫人,你可回来了。 一个丫头带着哭意,喊着冲进来。 阿如被她撞得后退,以免伸手扶住她。 鹊枝啊,齐悦看着这丫头笑道。 然后,她看到在鹊枝身后,一群人也涌了进来。 其中有熟悉的,也有面生的。 少夫人,我们来开早会来了。 是啊,是啊,少夫人,你总算是回来了。 少夫人,老奴天天盼着你回来换家呢。 他们乱哄哄地,带着恭敬讨好的笑说道。 对啊,她还懒了个大差事呢。 这也不是做梦,她做过的那些事,不会睡一觉,就什么都没发生一般。 齐悦看着站了一院子的仆妇丫头,摇头笑了。 开会不开会的,有日子不见了,大家随便说说话吧,也不用拘束。 她笑道,院子里热闹起来。 少夫人,你好好歇歇,可累坏了吧,人都瘦了一圈。 能言善道的婆子们,起上前纷纷说道。 少夫人,差事你不用招心,但凡出了半点叉错,老奴就自己打自己的脸,混出这里。 不善言谈的婆子们,在一旁整容说道。 少夫人,奴婢们想死你了。 却只拉着齐悦的衣袖,又是哭又是笑。 乱哄哄中,阿如被挤到一边去了。 她没说什么,看着被众人围起来的齐悦,也露出笑容。 不管谁愿意,或者不愿意,经此一事,少夫人在定西侯府的地位,那是稳稳妥妥了。 除非她想走,否则没人能赶她走。 闪过这个念头,阿如不自觉地争了下,觉得心里有些怪怪的,但哪里怪却又想不出来。 这边,齐悦不知听谁说了什么,发出爽朗的笑。 阿如丢开念头,重新看向那边。 齐悦这边热闹,刘浦城的千金藤更加地热闹。 都别吵吵了,我师父没来,诸位前辈还是改日再来吧。 刘浦城的二弟子满头冒汗地对着满屋子的人说道。 有瞧病的人从门外探头,看到了不由吓了一跳。 怎么整个永庆府的大夫都到这里来了? 哎,这是大夫聚会吗? 大家纷纷问道,这里挤满了人,弄得整个堂里都没法正常地看病。 那刘大夫什么时候能来啊? 有性子急的张口问,还有一些持重的只看不说话,但却没有走的意思。 说师父过于劳累了,所以在家休息一下,当他来了,弟子一定早告。 二弟子擦着汗说道。 那别的人啊,不是说你们堂里聚了两个吗? 他们呢,出来见你也好啊。 有人喊道,二弟子一脸歉意地笑。 他们也都累了,师父让他们也去休息几天。 他说道,话音未落,就见堂外又走近一人。 此时,二弟子眼里都是人,多一个少一个,已经没什么感觉。 他晃了眼,就移开了视线,旋迹一睁,又移回来。 这个人…… 瞧瞧,换成什么呀? 胡三手搭在柜台上,戴着一脸不满意,对检药的伙计说道。 看病的地方,怎么跟庙会似的? 检药的伙计张大嘴,看着眼前的胡三。 胡三穿着一身新袍子,戴着新帽子,还背了一个新药箱。 二弟子也张大嘴,愣愣地看过来。 其他人发现阴影,跟着他的视线看过来。 这人摸狗羊的虫酸,是哪家的? 他们纷纷问道。 胡 检药的伙计本要像往常一样喊声胡三,但话到嘴边,胡自觉地变了。 师兄,你怎么来了? 怎么,我来不得了? 胡三瞪眼说道。 那检药的伙计立刻堆起恭敬地笑,还用一旁搭着的毛巾,讨好的去拍胡三的胳膊。 诶,师兄,我是说你辛苦了,怎么不多惜几天呢? 他小道,胡三摇头,一脸谦虚。 我辛苦什么,都是师父和大师兄在辛苦,我不过是给师父打打下手罢了。 他们辛苦了,谢谢,我还是早点来店里做活吧。 波府救人,我没能帮上忙,店里总不能啥也干不了啊。 当波府救人这个词传入在场众人耳内时,场面先是一静,旋即轰的一声,胡三被人围了起来。 就是你也去了,我亲眼看到的。 我真是,抛妇了。 是你师父,还真的是那个侯府的少夫人? 师父公姐,到底是死还是活? 无数的问题喊声,冲着胡三砸了过来,声音嘈杂,人声鼎沸,吐沫似箭。 简要的伙计,以及站在一旁的二弟子,都忍不住捂着耳朵想要躲避。 但胡三,被这些探究专注激动的眼神,以及这些糟杂纷乱,一波接一波的问话淹没的时候, 他感觉浑身汗毛都张开了,就如同寒冬腊月,跳进热腾腾的水里。 舒坦的,他几乎想要流泪。 别啊,爷啊,还有祖爷爷啊,你们看到没,我胡三也有今天了,我们胡家也有今天了。 别吵,别吵,有什么话到后边来说,别影响人看冰门诊呢。 他大手一挥,大声喊道。 他的话,立刻让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。 这感觉,简直太棒了。 胡三心里咕嘟咕嘟的冒泡。 请到后边来吧。 他抖了抖崭新的衣裳,心里再次对自己花钱买新衣裳的决定感到英明。 要不然,这种他胡三第一次被众人铭记的时刻,穿着那旧衣裳该是多么寒碜啊。 胡三先走了过去。 哎呦,你可悠着点忽悠吧。 二弟子看着他,不忍直视,低声说道。 真的,知道。 胡三嗨嘿嘿笑。 看着胡三走进后院,余下的人呼啦一下子都跟了过去。 伴着胡三的讲述,原本还七嘴八舌,询问的声音都渐渐地消了下去。 最终只剩下胡三一人的声音。 说起当时,那真是又惊又险啊。 胡三沐浴在这无数炙热的眼神下,只觉得热得浑身冒汗。 他卷起了袖子,摘下了帽子,对着众人边说边做出夸张的手势。 这刀就这样一刀,围观的众人不由屏住了呼吸,虽然都是大夫或者学徒,血啊肉啊的都是见过不少的,但此时听胡三讲起来,每个人还是忍不住脊背发毛。 划开了肚子啊,那是人的肚子啊。 划开之后找到破的地方,跟针线这么一缝就好了。 胡三说道,掉得高高的,最后就被这么一句话打发了的众人,顿时一副憋屈的样子。 怎么找啊,怎么缝了,明明抛开的肚子,怎么就能不死呢? 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,胡三嘿嘿一笑。 这个嘛,就是吃门吃蜜了。 他故作高深地说道,众人同时嘘了声。 哼,什么吃门之蜜,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罢了。 哼,你这是编的吧,这些话谁都不会说,我也说得出来,明明就是没看到。 怎么吃门吃门的,你算哪门子吃门,嘿,你跟谁盘徒弟呢,你这个臭杂工。 不管他们怎么说,胡三只是故作高深,云淡风轻地看着众人, 胆笑不语。 镇婷威逼利诱,半句手术详情都没有再说。 众人浑说一通,也没了意思,便纷纷离开了。 不过…… 其中一个人,持重地看了眼胡三,对另外几人说道, 可以肯定的是,果然是抛肤了。 知府公子的病,他们都看过,的确是不治之症。 要想救治,只有传说中的神医匾鹊话陀了。 世上,果然有此等技艺的高手啊。 众人感叹道,不由看向定西侯府的方向。 那个少夫人,到底是何来历呢? 乞丐来历,一跃成为侯府贵妇,能行神医匾鹊之剖府技艺。 要是乞丐都能这样,我宁愿八辈子都当乞丐。 有人喃喃说道, 相比于胡三,应付完这么多人神清气爽。 启悦在管事娘子们终于告退之后, 则有些疲惫的伸了个懒腰。 怕说多了,也挺累的。 他笑道, 少夫人,今日比以前说话少了很多呢, 怎么还说话说多了? 确实低声对阿儒说道, 因为心境不一样吧。 阿儒默默想到, 看了眼齐悦, 以前,这女子面对他们这里的人和事, 都露出好奇探究的神情。 但现在, 她的脸上再没有了这些, 反而带着疏离。 真的要把梦当成真实来过了, 到底是不习惯吧? 你们既然来了, 就把这里再收拾收拾, 少夫人的铺盖书头的东西都从库里拿出来吧。 阿儒说道, 没有和她探讨这个话题。 确实愣了下, 啊, 就在这里? 她问道, 阿儒看她一眼, 秋冬院烧了, 别的院子还得再收拾。 那个, 阿儒姐姐, 我听说, 确实蒙低声说道, 世子爷哪边, 得少夫人收拾好屋子了。 阿儒愣了下, 不由看了眼齐悦。 齐悦正望着天空,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, 神情倒是悠闲自在。 阿儒! 她呼地看过来, 喊道, 阿儒忙应声, 你跟我串个门去。 齐悦说道, 阿儒有些意外, 但也没有问什么, 点点头。 好, 外面风寒, 我去拿剑斗篷。 她说道, 走过雀枝身边, 按我说的去办的。 雀枝呕了声, 看着这二人走了出去。 少夫人, 你要去哪里啊? 去, 嗯, 去二夫人那里瞧瞧。 二夫人? 西府? 阿儒很是惊讶。 西府那边更是惊讶。 这还是少夫人第一次踏入西府呢。 以前老夫人在时, 逢年过节的, 二夫人这边也有邀请, 但都这样那样的阴游没有去。 门上的仆妇慌忙地亲自拥着她过去。 所有人都悄悄地打量, 这个九文明不常见的少夫人。 看着这个梳子高病, 穿着月白粉领, 交领肠袄, 披着大红凤毛斗篷的女子。 高高瘦瘦, 清清静静, 气质显雅。 且不说这通身的气派, 怪不得老夫人会爱成这样。 再说如今传遍了府的, 少夫人是神医传人。 谁要是说她起而出身, 那是绝对要惹人耻笑的。 乞丐? 你见过这样的乞丐? 别说这等美貌, 就靠那一手医术, 还用药饭, 只怕多少人抢着, 往她跟前送钱。 这少夫人, 必定有大来历。 齐悦走进二夫人陈氏的院子时, 陈氏竟然已经站在廊下了, 正被两个丫头扶着。 潜弹的面容上惊喜交加, 在看到齐悦迈进门的那一刻, 还似乎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。 月娘, 她向前走几步喊道, 你怎么过来了? 不知道是因为激动, 还是身体虚弱。 她的身子一软, 人差点跌倒, 正好两边的丫头死死地扶着, 齐悦忙紧走几步过来, 伸手扶住了她。 果然, 只有这个夫人, 对齐悦娘流露的是情真意切的关怀。 。